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30号表示 日前有菲律宾人员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 中方依法予以警告驱离 另外菲律宾媒体报道 菲律宾与美国将会在4月举行 肩并肩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规模将会比去年更大 中国海警局官方网站30号晚 发布新闻发言人甘宇 就菲律宾非法亲闯黄岩岛发表谈话的内容 甘宇表示 4名非方人员在1月28号 非法闯入黄岩岛交换活动 中国海警依法予以警告驱离 现场处置专业规范 菲律宾媒体报道 这是中国海警局3302 中国有关于黄岩岛的河岛和河岛的河岛 您有几乎在中国的安全性和安全性 有几乎在国际的河岛的河岛 禁止你的罪恶事业 禁止你的罪恶事业 和禁止这个河岛 美国人表示 同去年相比 今年的军演规模更大 演练地点更多 但没有透露参演军人的实际数目 去年美非两国共派出超过17000人 在旅宋岛北部巴拉旺省等地举行联合军演 演练包括实弹射击 几乎在苏比克湾的掐向敌方船只 菲律宾去年放宽了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设施的访问 美方也考虑基于美非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向非方寻求使用更多非军事基地的权限 凤凰维时综合报道